一个仪轨或是一个论述 让后面的人也很方便 那法都没有错 人的问题 你千万不要因为 他修藏传佛教 我修汉传佛教 然后你就有一个 个人的偏见去肯定他是对还是错 这个是 叫台湾话说 一样米养百样人 你不能怪米 这个叫 这个人他的类似的因缘 类似的因缘 当然包括 他的习性等等烦恼 业力 一个业力很重的 你整个再浅了他也听不懂 所以 他对我们来讲 一切都是 佛陀所说的 可以自利或利他的 只是 就在修这个法 你是偏自利还利他 有些人把阿弥陀佛当自利用的 我念了几遍 我念得很专心 你只要听他这样讲 就知道他是自利的 因为他念得很细 念得很专心 念到什么感应 然后他讲来讲去 还是自利的 他是一个真正的大乘行者 我想到众生苦 我为他们念阿弥陀佛 我希望他们各个都得到佛的加持 那可能 这个叫大乘 他完全 用悲心在念就好了 可能会散乱 但是他很慈悲 所以当然有人把念佛 变成很激菌 一心念佛 要念成片片的 不间断的 然后后来就很严谨 变成说 很难得有几个能够 往生极乐世界了 除非你要念到 一心不乱 所以就赶快闭关 念个几万遍 如何如何 当然以我个人的看法 我都觉得 如果讲大乘佛教 所做一切 都是为了众生可以 那是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气 这个习气不是光这一辈子 可以改变的 你过去是怎么修的 你过去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工作的 你这个习气在身上 以这个末法要去改变 很困难 除非你有破釜沉舟 这种决心 而且你还有很严厉的善知识 或是这些良师益友 大家互相帮助 不然你要突破自己的 框框有一点困难 但是话又讲回来 就像那些影格星 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观众 所以他想尽办法 要配合观众的需要 不然他不能存在 乃至收入增加 那我则认为大乘 真正的大乘是应该如此 因为以利众生为主 当然我们 所以他们的 私底下的生活 外表 言谈都很重要 就像那一位 有一位女歌星 我刚才好几次坐同一个飞机 蔡依林 还蔡什么 我有在飞机上好好观众 她真的很认真 所以她也是跟她秘书坐在那边 她很认真地在那边 问这个什么事情 那个怎么样 包括对她的外表 对内容 她没有在睡觉 因为这个我们叫敬业吧 敬业 当然跟她的市场有关系 所以我这样看 所以为什么很多歌星都退了 她还没退 因为她这一点 她抓得很紧 当然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不知道 但至少看得出来 她这个过程很认真 当然同样我们出家人 到了飞机 也可以打瞌睡 也可以念经 就两种人 所以 当然佛教讲 心绪就是你的念头 必须保持在一个不间断的 以我目前的阶段 我比较重养 不间断的慈悲 那为了要不间断的慈悲 达到不间断的慈悲 当然你要有不间断的 佛力的加持 叫发菩提心 更要有不间断的空性 不然我们的悲心会污损掉 这里面有爱然执着 我知 你没有办法表现慈悲的力量 所以当然 有些从智慧门 有些从慈悲门 有些从信心门 因为经典有这样说 从信心门的念佛 从悲门的修慈悲 从理智上的研究经论 但是最后 看谁能够看到那一点 那可能就是我们讲 妙法莲花经是要精王 谁能够看到那一点 那妙法莲花经的精髓叫 普门品 那就是慈悲就对了 各种 这种 不要对方修 观音菩萨说 你只要念我名字 意念我 乃至拜我 一切埋怨 因为这个末法 你要求对方修 已经没办法了 不要说我们 出家人都没办法了 因为这个末法很难 众说分云 所以如何修道 在藏传佛教才有这个叫 见闻得解脱 你所做的一切 是完全可以回向不识 叫回识给众生的 可以让众生不修 只要信 乃至接触 就像阿弥陀佛 你只要信 就可以 所以 当然讲到这个地方 就是每个人都尽力就好了 累积自己 为利益众生的 为回向众生的 各种福报 善业 质量 从智慧也好 从修行也好 从闭关也好 都可以 你只要一直意念的 我这么做 是可以利益众生的 一直在进化这个世界 就像一棵树 待在那边 就可以进化空气 那我想这个是关键 那如果你要说 哪一个法门好 或不好 高低 那还要看个人 类似的 因缘力 我们也叫善因力 看你种了这些善根吗 所以我想 我们这一群人 至少应该是跟藏传佛教 甚至过去都做过 藏传的出家人 所以我们 自然会有这个因缘 再来 也一定跟 感情人不切 类似有很深的缘 所以 自然大家有 共聚会 而且愿意虔诚相信 听闻的因缘 所以这个可能是 超越藏传 或是超越汉传 那只是一个 人跟人的心的因缘 所以如果以这样来看 我想 站在一个真正的菩萨道 大概没有一个众生 跟我们没有缘 哪一天你只要用一个 正确的心 天主教在做弥撒 基督教在唱诵 我们都很认真就好了 希望他们升天 希望他们现在快乐 希望痛苦的 赶快离开痛苦 所以我都认为说 念佛三昧是 你把最坏的人 都当作奥弥陀佛 尊敬他 这样就好了 包括现在 报纸上有这么多 媒体人物 政治人物 候选人 你用一个没有分别心 看到他的名字 看到他的形象 就赶快 为他念佛 为他祈愿 那我们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不关心这个 那利他的功德 就少了一点点 就会比较没福报 因为虽然福报 不是究竟的 但是没有福报 就没办法 圆满去利益众生的事业吧 那如何让自己 一直有很多方面的福报 所以包括各位 住在这边几天 我都会去问 这个土地多大 建起来多少钱 那个电梯多少钱 我都会一直想 有机会 从头到尾看一遍 了解 可以学习的部分 要学 甚至 直下承担 是说你要把这个地方 就当作 是你的道场 是你要负责 关心的地方 那你 从这里面可以 学到很多 这是我的习惯 因为我到 每一个人事物的地方 我都会 去了解 这个就是 我们修大乘佛教 就很喜欢关心 这个世界 没有一样东西 不关心 什么东西都要参与 因为 世界跟众生 跟我是一体的 要有这样的一个 知见 所以 要保持这样子的念头 去 关怀它 好 所以各位现在 请自由发言 讲话也是艺术 也是修行 我都认为 当然各位 你好好想 你等一下赶快举手 因为你们不讲话 人要懂得 暴露自己的 缺点 让别人加持 千万不要为了 覆盖自己的缺点 然后让你没有 进步的空间 因为我们是为了 成佛 乃至在小乘佛教 是为了解脱 一定要结魔 菩萨 互相告诉对方 自己哪里会离开解脱 或者哪里如不如法 当然我们 既然讲大乘佛教 是以悲心来互相 关怀 就像你说 我得癌症了 希望大家加持我 我的妈妈生病了 感谢大家 回向 反正大家 执心是到场 如果你也可以经常 问问别人的意见 对自己的修行 会很有帮助 但是如果一个人 爱自尊太强 面子太强 这也是一个 很坏的习气 这个就是个我子 这个就是个慢 对你就很糟糕 那你又发觉 年纪过去了 在五年 在十年 我们下回还是聚会 对方还是对方 只是老了一点 我常常讲这句话 他在各种方面 并没有提升 那就是有一点浪费 而且我也 特别我们 慈悲自也 很多道场里面 都放了什么 堕胎胎儿 动物亡灵 撑不住了 就撑不住 他会觉得 左边也病 左边也病 谁也睡不着 因为撑不住 当然撑不住 有两种 发心不够 再来业障重 再来那个地方 因缘不好 有可能 就像我们最近 屏东 动物超度 到场 这个严重了 就 我本来就说 那个地方 真的不容易 这个动物 杀了那么多 然后要在那边 发心呢 要严谨 不然就 会有问题 所以前一阵子还说 有很多鬼王在那边 他们问我 我说我没看见 但是我承认 但是对修行人 一定有帮助 但是 要有自己的悲心 跟佛力的价值 我想不是那一边 而是 我认为每个地方 都一样 就是你如何去 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 不是跟它对立 而是用一种悲心 所以我 我老实说 像刚刚 我希望他们 麻个米水在我身边 因为 我有时候在听课 也要在上课 我就会突然身上 有一些抽痛 也不会严重 但是如果当他 在私底下 我会写写牌位 但上课不行 我就拿个米 然后跟他念一念 然后跟他沟通 然后呢 法会的功德 融入给他 给他观想佛像 然后我会觉得 好了 这样 并不能说痛 而是说 希望对方的苦 我们可以 做一点 奉献 但是当然 它可以让你 有一点感觉 它跟你有缘